先元张美慧推动争取在去年开放的花莲宠物运动公园 除了是狗狗的奔跑原地 在宠物公园门口还成立了毛小孩黄金花园示范区 使狗变也能够成沃土 而日前国府国小师生开学之后的校外教学 张美慧就和花莲市并运庄社区成员 一起教导学童来认识环境教育和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临近花莲宠物运动公园的国府国小 迎接开学在碧云庄社区理事长刘洪梨盈等一行人陪同下 和国府国小校长梅圆圆及全校师生一起户外教学 花莲先议员张美慧也一同出席任内推动争取的公园活动 而公园门口让狗变也能成沃土的毛小孩黄金花园 成为这次校外教学的环境教育和生命教育的重要题材 我们大概学校每个月 我们的老师会带着小朋友到这边来 等于说社区服务一样来行一行看一看 然后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店面需要产的 或者是垃圾需要剪的 就做一个就是做一个类似社区服务 一个剪变的一个服务的工作 那让小朋友也都能够到那边学习说 第一个认识我们国府社区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宠物公园 也欢迎他们可以带自己家的宠物来这边玩 第二个也了解今天一些规划 还有一些设施 然后呢借由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里头 我觉得让孩子对于怎么样照顾家里的狗狗啊 有更好的一个认识 然后也能够让他们在做服务的工作的部分 更深的一个了解 病床社区这样的一个推动 今天就一起来来告诉大家 这个狗变的一个怎么样的循环 就是让它成为一个很好的握土的一个流程 当然也透过有奖增达让孩子可以知道这个整个流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 他们回去也可以把这些讯息带给家长 那当然就是说希望花莲的宠物运动公园 它可以让四组使用之外 它的一个附加的价值也透过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现在这个狗变黄金塔的这个工作 在花莲的这个狗猫跃动园区也有一座 我们希望它可以是一个扩散出去的 它不用很高的成本 但是它的效益是可以发挥很大 又可以减轻这个对于环境 大家对于狗变的问题的一个厌恶感 我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狗变 这次户外教学让学童提升爱护动物 遛狗不流变环保观念 除了有奖增达 也巧遇毛孩四组 现场示范如何分享并再利用狗变的过程 来加深孩子的印象 另一处毛小孩黄金花园位在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 不仅减少垃圾袋使用 也让花圃茂盛成为很好的教育题材 张美惠表示 未来会持续关注宠物运动公园设施设备及除草事宜 希望完善的公共建设 让四组及宠物都能开心使用 记者讲帮演 华林师报导